各位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还有今天参加的各位讲座的同学们,现在请各位翻开经本第一页。 从这个第三行开始,那么第一页第三行找出来以后,先把经文念一遍,儿时王舍大成有一太子, 明儿都市,随顺调打恶有之交,收支父王平坡苏罗,由必置于其同师内,置住群臣,义不得网。 我们从这里开始研究。 这个经文从刚才念的那一段开始,照这个经的科判讲,还是续分。 因为这个一部经啊,这个经呢,照例是三部分。 那么续分,正宗分,这个流通分。 在续分方面呢,有正性续。 正性呢,就是证明这个经呢,是佛在那讲的,是需要神信的。 那么这个经文。 那么这个一般讲的就是六种成就。 这是在上回都讲过了。 那么今天刚刚念的这一段呢,那是发起续。 在这个正性续,前面又叫做普通呢,叫通续。 在这个发起续呢,又叫做别续。 所谓别续是各经不同的。 通续是任何一部经,都有那几个啊,这个具备的条件呢。 别续呢,就是发起的呢,这个各经不一样。 那么我们刚才开始就叫做别续。 就是这一部经发起的这个音乐。 那么这个音乐,我们先把这个文字先了解一下。 。 而是啊,就是指的什么时候呢? 在前面那个正性续里边讲啊, 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王舍城, 师度觉山中,在那个山上, 与那些大地球众,还有大菩萨, 在那里啊,在那里集会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王舍大城, 王舍大城是在城市里面。 那个师度觉山是在山上。 那时候,那时候, 佛呢,跟这个出家的弟子们, 讲经呢,大部分是在那个山上讲的。 有时候到城里边来, 那么,就是印照这个城里边呢, 也有了,就是不在一个地方的,就是讲的城里。 王舍大臣呢,有一位太子, 名叫这个鹅多士。 这个桌子跟诸位讲啊, 在这个,这个鹰上面呢, 有两种这个念法的。 一个是鹅多士, 一个是鹅舍士。 鹅舍士呢, 我们前面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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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名呢, 一般是念这个蛇。 但是也有一种讲法啊, 因为这个在印度啊, 跟我们中国也是一样的。 中国比如说北天印, 北方人, 南方的, 啊, 好几个地方那个, 说法这个音, 语音不一样的。 这个呢, 在这个中印度, 啊, 中印度啊, 就是印度的中部啊, 大概是念读。 在这个北印度, 在印度北方, 是读蛇。 所以这个有时候啊, 两种印度念的。 因为它这个经书里边呢, 讲的话也有好几种。 照这个原文那个, 照这个音啊, 因为我们这个都是把它简单啊, 照那个长音这个,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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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很多。 比如说它这个, 呃, 唐朝的这个, 一切经音译里面, 它对于这个, 这三个字啊, 它这就多了。 它说, 呃, 呃, 舍, 都, 路, 六个字。 这个就是, 那些很长了。 哎, 我们现在简化, 简化呢, 呃, 呃, 都, 是, 呃, 都可以了啊。 啊, 随顺, 挑达厄油之交。 就是庆幸呢, 随顺就是, 啊, 听他的话。 挑达呢, 在这里是翻译这个音。 另外, 有一个音呢, 叫做这个, 提波达多。 提波达多呢, 就是另外一个音, 其实是一个人。 他这是恶友啊。 啊, 这个文, 经文里边呢, 是, 是, 调达厄油。 调达厄油, 这个厄油这两个字, 并不是调达的厄油。 而这个厄油这个字是形容, 形容调达的。 啊, 调达这种厄油, 这个人, 由他交缩的。 啊, 就由他交缩了之后, 那么, 这个厄厄师啊, 收支父王, 平坡苏罗, 就把他的这个父亲, 父王是, 他自己是个太子嘛, 太子是可以继承国王的, 他现在还没有继承国王。 那么, 他现在啊, 听他这个恶友啊, 这个又是不好的朋友了。 那么, 听他的话, 就把他的父王, 这个父王名字叫做平坡苏罗, 啊, 那么把他收支起来了, 收支就把他抓起来了, 也就是说把他, 这个, 抓起来怎么样呢? 游臂至于七通室内。 游臂又是很深的, 关闭起来。 关闭起来, 放在什么地方呢? 放在七通室内, 一通一通的啊, 啊, 在七通的那个房子里面。 自助群臣, 宜不得亡, 这是禁止。 禁止所有的那些, 那些朝廷里面那些臣子, 一律的不能到那里去。 这是一段的这个, 我们先把这个文字先看明白, 这个意思。 那么, 要把他的父王关起来, 不准任何人进去, 而且关在这个七通室内。 这就是要把他, 把他父亲呢, 关在那里, 让他活活的饿死啊。 他有这个, 就是杀他的父亲。 那为什么呢? 把他父亲杀了以后啊, 自己, 就可以正式的, 就可以做亡了。 实际上, 把他父亲收治之后啊, 他自己已经做了亡了, 现在就是做亡了。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就是, 那个, 他的恶友, 就是乔达这个人, 教授他的。 各有企图, 乔达, 所以叫他, 杀父亲。 那么他, 有他的用意的。 那么他就听他这个话嘛。 你看这个, 要贪, 一个人贪心就不得了啊。 这个王是大成。 大成呢, 达到什么程度啊? 在当时这个中印度呢, 算是一个第一大成啊。 就在这个, 当时叫做摩基, 摩基图国。 也叫做摩卡图国。 一般叫摩基图国。 这个音呢, 稍微有点, 这个不相同的。 啊。 这个摩基图国的, 当中的, 有一个首都, 叫做王瑟城。 那么这个大呢, 就一般古住啊。 里面呢, 这个居民, 就里面的这个市民呢, 有九亿的人。 九亿啊。 那这个数目字不得了。 因为我们现在, 中国大陆, 也够是十亿了。 现在十亿人口啊。 那个王瑟城就有九亿了。 那么这个数目字啊。 这个, 怎么算法子呢? 不过在印度那个时候啊。 凡是这个义呢。 有好几种讲法。 计算的方式有, 至少有四种。 在经文里面呢, 也有四种。 那么一种呢, 十万交易。 十万我们好懂啊。 是个十百千万, 十万。 这就是一一了。 这是一种讲法。 第二种讲法就是百万, 一百万, 叫做一一。 第三呢, 是一千万交易。 第四呢, 就是一万万交易。 那我们现在这个, 计算的方式啊。 我们所取的是, 一万万。 中国大陆人口计算呢, 是一万万呢, 做一个一。 所以这一万万一一, 那就十一啊, 十一一人口啊, 这就不得了了。 他那个王舍城里面的这个一, 九一啊。 九一的时候啊, 那么如果说是用万万为一的话, 那可能不是, 啊, 那个城打得不得了啊, 那可能不, 呃, 不打, 不打相合。 就算是千万的话, 也数目也太大了。 那么现在这个, 我们经典里面所讲呢, 在这个华严经里面取的是, 一千万交易。 做一个一千万一亿, 做这个单元。 大制度论呢, 是以十万做一个一, 做一个一的一个单元。 那么这里面的古人诸解啊, 诸解啊, 诸解这部经呢, 多半是引用这个大制度论。 因此我们采取大制度论的那个, 讲法。 十万叫一。 十万一的话, 九一的话, 那就是九十万人。 九十万人在那的时候, 也的确是一个大臣了。 我们现在台中市, 台中市现在有多少, 大概还不到九十万人呢。 所以这个, 那个是很烦。 这个呢, 我们也只是, 抬起最少的那个数目来讲。 如果是折中的话, 有一百万一一的话, 也相当多了。 九万就是九百万了。 这个是不能确定的, 也只能够把这个数目告诉, 我们介绍出来啊, 了解一下。 那么因此这个, 你不论是九十万, 九百万呢, 这个城的地球是很大的。 所以他, 他练这么一个, 这样的一个大臣, 他做了这个, 这个城外还有一个国家了。 那么全国做这个国王, 那有权威了, 那也太好了。 所以他的这个, 这个调打给他一教唆, 他马上就照着这样办了。 就把他的父亲呢, 关起来, 自己做上王了。 不但做王要关, 做王就做王呢, 为什么要杀父母呢, 杀父亲呢? 古今到现在都是一样啊。 父王, 有父王的老臣子, 自己做国王, 自己有一半新的这个, 用的一半新的人。 如果不把父亲杀死了, 父亲再出来, 还有那个老臣子一起出来, 那他自己又不行, 又被推翻了。 逼得把父亲杀了以后, 自己才这个稳当了, 才能做得稳了。 你想想看吧。 这就这一段呢, 他就是要目的, 就要把父亲呢, 在那里饿死, 这就是杀父亲了。 今天发的这个讲表, 讲表呢, 这是, 这个第一个就说了, 尼氏发起啊, 尼氏呢, 是忤逆大罪啊。 忤逆杀父杀母, 杀父亲就是一个忤逆之中的一个, 一个大罪。 以这种事件做这一步经发起虚, 为什么呢? 这是特别了。 在其他各部经都没有这种情形的。 那么, 为什么用这个, 用这种事情来发起? 就是说啊, 释迦牟尼佛讲这个, 这部经的时候, 这叫观经啊。 观经就是一步一步, 观成功的时候呢, 就要往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 。 那么一般人的时候, 怎么觉得, 我们这个世界也很好嘛。 何必到西方极乐世界呢? 再说, 学佛, 我们在这个世界, 学这个按照佛法来学, 也能成佛了。 何必到极乐世界去呢? 。 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 有人这样想法。 到现在这个末法时代, 这种想法的人更多。 所以佛呢, 就用这个, 你看看吧。 让我们知道, 知道什么呢? 在这个世界要, 学佛, 要有成就啊。 别说成佛了。 你就是要想这个, 离开这个六道轮回呀。 把这个生死问题能够解决呀。 也不容易。 也不能在这个一生就能办得到的。 那么必须要, 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 首先要我们了解这个世界, 这是什么世界呀? 。 这个世界你看看, 别人不必说了, 自己养的儿子, 他为了要贪图这个权力, 贪图这个位置, 都要人心把他的父亲都要杀害了, 杀死了。 其他的不必说了。 你想想这个世界, 恶劣的到什么程度了。 。 如果人心这么坏, 想在这里修道啊。 你修完全进一步那些恶劣的环境, 把你往后拉倒退两步 所以叫我们了解这种情况啊 我们认识这个世间呢 非常恶劣的 必须要离开这个世间 而到那个 清硬庄严的 到那个极乐世界去 你到那里去修的话 非常快 那里面呢 在那个世界里没有三恶道啊 三恶道 地狱 恶鬼 出生 三种恶道啊 那么为什么那没有呢 凡是生到那个世界 都是 都是念佛的人才能去啊 念佛的人 跟阿弥陀佛的这个 愿力相合的 才能到那个环境去 我们的世界哪里 我们的这三个道啊 人家不等到 死后堕落三徒啊 好多人在 在这个当生 就是他的心 就在三徒了 在这个世界 修道 那太困难了 所以用这个 忤逆大 罪恶的这种事情 来做这一部经的发起序 就是让我们呢 学净途中的人呢 要厌礼 要厌恶 要厌弃这个事件 要这个 要发愿 发愿 往上到那个 极乐世界去 所以这个表里面 讲呢 啊 你是发起啊 就是 张 极恶啊 就是把这个 最大 恶极力 恶到极处了 这种罪恶的事情呢 把它彰显出来 让大家明白 那么明白之后呢 令厌弃啊 就叫学的人呢 叫学佛的人呢 不要再贪恋 这个时间了 你贪恋这个时间 就往生不去的 不能够往生 必得要厌弃这个 然后才能够 往生到那个世界去 所以这个 有这个用意 所以才用这个来做 发起去 我们这个 学佛啊 这个 除论是 新学的 还是老学的 最重要的呢 就是要明了 因果 这个因果啊 也不是就是这个 我们延前所讲的 这么短短的 这个 这个因果 而一定是要讲的 三世因果 三世因果 就是我们一个 任何一个众生 这一生 就是当前呢 这个 在这个之前呢 就是 就前生 前生还有前生 那以前呢 那么这一生 任何一众生 都有寿命 都一定的 死了 死了以后 怎么呢 死了以后 没有完 死了以后 再转世 就未来的 就是过去 现在 未来 就三世因果 一般人呢 他 这个 对于过去是 他否定 未来呢 也否定 只承认 有现在 这么短短几十年呢 这一段时间 的生命 这是 邪知邪见 这种邪见 他修佛 没办法学的 不能入门 所以 修佛话 必得要有 这个三世的观念 有三世观念 然后佛法 才能够往里面研究 这个 第一个 第一个 我们要明白 这个事情 所以三世因果 无论是 新学 老学 都要 这个 往里面研究 要研究 三世因果 要 相信 有三世因果 因为我们 我们学佛 就是要 要解决 无始以来的 这个 生生死死的 这个问题 解决生死问题 生死问题呀 那么 你要了解它 你要解决它 你必须了解 它的这个 来龙去脉呀 普通人讲 我们那个人的生命啊 就像那条 这个 长江大河一样的 远远流长啊 你比如说 我们就拿这个 江河来讲 你要解决 江河的这个 水患的问题呀 你必须要研究 这个江河的 从哪里发源 从哪里发源 沿这个沿途啊 沿岸有哪些地方 有支流 将来会归到什么地方 入海 你要全部了解呀 然后你真正才能够 治河 治疆啊 假如说 你只在这个 黄河中间 中间这一段 或者是长江 这中间这一段 我们眼睛所看的 只是这一部分 上流我也不管它 我没看到 我不管它 下游游到什么地方 我也不管它 我只管看到 我这一段 你这样的 研究法的 好了 你怎么样 也没办法解决 把这个水患问题 解决了 那么以这个比喻来说 我们要解决 生死问题呀 过去我们也不管它 否定 未来也否定它 我就是 这一辈子 只承认这一辈子的话 你是问生死问题 怎么解决啊 你连这个 自己的 怎么来的 将来怎么去的 这个事实 这个现象 没考察得清楚 等于那个医生治病呀 这个病什么 这个症状 还没弄得清楚 你怎么能够 跟人家厨房 开药 怎么能够治疗啊 办不到的事情 所以要解决生死问题 必须要明了我们这个一个人的生死 过去的事情 现在 未来 你懂得越多 越好 懂得越多呢 那么 你掌握的这个资料 现在你研究任何学会 你手里掌握的资料 越多越好 不像于哪一个时间 哪一个空间呢 那么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生命问题 生死问题 你掌握的资料越多 你越容易解决自己的生死问题 基于这个理由 我们对于这个三十英国 要下功夫 这门学问呢 不是跟一般人那样的 有些人反对英国的人家 他故意说 这个是浅薄得很啊 这个英国呢